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市涉探案 重创马英九执政团队 提前召开了联政汇报 要公务员引以为戒 不过在业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则是批评 林毅市案凸显马总统用人不当 应该全面改革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市闭案 外界批评声浪不断 马英九总统与行政院长陈冲 对外速度道歉 对内也要求公务人员引以为戒 实施警惕 本人深感痛心与遗憾 也已经公开向国人道歉 所有公务人员都应该引以为戒 实时替立自己 落实总统不愿贪不能贪 不必贪不敢贪的廉政四部要求 针对林毅市弊案 马总统强调要落实廉政四部政策 但是在野党批评 马总统应该要有担当承认错误 出了这么大的弊案 总统竟然只当评论员 讲些不着编辑的轰凉话 把责任推给别人 马总统应该 郑重地道歉 严肃地内心 全面地痛加改革 就是希望以后 不要再有任何这样不幸的事情 这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希望台湾的民族从此告别贪腐 林毅市涉探案案情不断扩大 重创马政府团队 在野党呼吁 马总统必须要痛加改革 立刻作为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金娇 李宜君 台湾台北报道 李宜君